好久没有给大家做手机的视频了 这次我收到B站网友 Olinq416给我寄来的两台手机 地毯白色的Pol了 但是一看就是老手机对吧 正面居然没有按键 还是个安卓 按键在背后这个地方 这次谈日本的金池手机 它坐在这个位置 按键好像挺合理的 就这样子一按 就亮屏了 你看它还有个小设计 安卓4点几的一个系统 这个设计就是我手 触到这个屏幕的任意一个角度 往上滑 它都可以触发开机 或者拍照之类的 直接开机 那么没啥好说的 就是一个普通的安卓手机 除了屏幕亮一点 就是 还有一个 给妹子 给妹子换衣服的小软件 换个鞋子吧 给她配个包 对吧 画个包 啊 画个包 这像个棺材啊 挺有意思的对吧 那么最终的呢 今天的主角是咱们这台啊 微软出的 2016年这个机制啊 呃 看这个手机外观啊 也太没有特点了吧 一点点设计都没有啊 就是一块黑色的板子 上面一个 3.5毫米的耳机口 那么2016年的机制还是可以 哎哎 稍等 嘿嘿 打开后盖啊 打开后盖之后呢 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双卡双带啊 我这边插了一张内存卡啊 支持双卡双带 以及储存的扩展啊 盖上之后 侧边呢 开机键 音量键 其他就没有按键了 那么1 2 3 我给它开个机吧 震动了啊 哦 微软的标志出来了 哇 Windows的标志啊 哎呀 这是个Windows的标志啊 这也太慢了吧 过了10分钟都没有开机 呃 好吧那事情只能到这里了 拜拜 哎 不对啊 之前我都开机了呀 我就 把它塞了那张内存卡进去啊 那么这个内存卡不行 把它拿出来吧 再试一次啊 震动了 啊终于是开机了 这 不对啊兄弟 怎么是这样一个页面啊 我看到那种 Windows的呢 是这样子的 哎 就是五颜六色对吧 怎么是这样子的 那么可以看到 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些应用啊 那么往下滑会有什么呢 哦 和安卓一样啊 展开 那就是些手机的这个参数啊 从下往上滑 哦 就是这几个按键啊 这几个按键呢 这个是返回键 返回之前一步啊 然后这个应该是Home键 哎 这个已经在主页了 这个就是一个搜索啊 搜索呢 还有个小纳 也就是语音助手啊 我们跟它联系一下啊 今天天气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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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聋了吗 有点想问题 等迷惠而在世吧 呵呵呵 我觉得你是有点问题啊 直接用打字啊 果然这个Windows已经放弃了这个 Windows Form的一个系统了 只能通过搜索 那么我们搜索到一些东西了 还能搜索视频来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播放啊 跳转到了IE的浏览器啊 哦 其实是Bilibili啊 我们立即播放 打开APP啊 我们其实是 在这手机上呢 是有Bilibili的APP的啊 哦 这个居然没有问题啊 登录已经过期 那么没有关系啊 我们直接来找一个 找一个 找一个好看的视频 哎 就这个啊 播放居然在这儿 嘿嘿嘿 买拍化妆家拍照第二弹 我们来到了 一颗大 这个弹幕有点点卡了啊 可以啊 这个可以啊 说我准备这些东西 是用手机的 可以是可以的啊 这个呢 是一个360x640的一个分辨率 360p呢 它播放是顺畅的 但凡再高一点点的分辨率 它估计就会卡啊 关于手机到底是怎么样的 有个参数啊 这个系统呢 我是没有用过啊 这个 哦 还可以 Xbox啊 厉害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关于本机在那里呢 应该叫设置啊 设置 然后 这个页面 啊 就是说和这个Windows电脑的 是一模一样啊 你看 都是这样子的啊 往下移 然后呢 我们退回主页 这个 和 和这个也是一模一样的啊 这也是应用 这呢 也是应用啊 所以说非常的Windows OK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系统啊 关于手机是在这 这个呢是一个 1GB的内存 WONS的移动版本 然后可以看一下电池 电池的健康 这里还有一些 就跟电脑上的那种 调整是一模一样的啊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储存情况 这个 只有8个G的储存啊 8个G 现在内存都16GB了啊 OK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系统 有些什么好玩的 首先啊 咱们看一下 它自带了一些什么软件啊 高德地图 我们点开看一下 好 这个是另外的一种 查找应用的方式吧 高 高德地图就出来了啊 哦 这个还可以用啊 哦 我们这个地图呢 好像还是可以用的啊 呀呀呀 就是呢 有点慢 定位一下啊 啊 一起点没穿 这也太难了吧 你看我设置了导航呢 它就已经可以了 直接导航一下 导航准备就绪 全程1.4公里 大约需要3分钟 厉害了 随后向东南方向行驶 这个和我们现在的导航呢 其实是一样的 那这个16年至今 已经有7年时间了 嗯 强 那么按这个后键呢 直接就是退到主页啊 也不知道这个后台 它有没有关掉啊 也长按 看不出来的后台啊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的APP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APP 都是些系统的自带的 还有网易云 我们听一下 哦 可以啊 已经来了 给大家听一下音质啊 电音版的 要知道歌名的话 请把它打在弹幕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后退键的逻辑啊 我们现在往后退 就退到主页了 这是 再往后退 直接又退到这个高德地图了 所以这个高德地图是后台了呢 还是没有后台 感觉有点奇怪啊 刚才我们在网易云的时候呢 它是有个退出的啊 也就是它已经实实在在退出的 那个网易云了 这按一次又退出啊 这直接又跳到 cáiAMN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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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这个也是我刚才滑过的页面啊 它能够无限推啊 打从你开机开始 它记得你所有的步骤啊 这有点太可怕了吧 这样子会不会很好内存呢 MN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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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个商店没有关 你看 你看 还可以下载东西啊 你看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免费的游戏 等一下 哇 斗罗大陆 这个什么三界 这个什么 来砍我吧 这又是传奇 这又是传奇 这是把 电脑上的那些游戏 都弄到这个手机上的嘛 它能够玩这些游戏吗 这太神奇了吧 而且不光是这里有游戏啊 还有这个 XBOX小助手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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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能玩游戏吗 能玩XBOX的游戏吗 不知道 登录试试看 这个是咱们的账号 它变成了一个 游戏的这种 大家讨论的 低频线5 我的游戏 我好像这个号没有游戏啊 没有 我们在搜索 赛博同客 没有 行吧 那么 咱们啊 现在到那个商店 下载游戏试试看 随便点一个吧 这个 这个好像挺厉害的啊 末日英雄 这里是写着 适用于电脑和咱们的移动设备啊 先点获取 这个时候呢 出现一个验证啊 它呢 其实是登着上一个主人的这个微卵账号 而且我这边退出不了啊 这没办法 只能够通过这个格式化手机 那么现在我们来先格式化下这个手机 还原系统之后呢 咱们现在啊 在这个软件商店 已经准备下载这个游戏啊 后来好久啊 本地准备就绪了啊 看一下它能不能真的下下来了 那这些软件呢 好像都是自带的 它在你控的时候呢 会默认开始下载 这个英雄之剑OAL呢 我也是正在准备中啊 这两款游戏应该可能正在下载 有机会下载成功吗 哦 这个商店还是可以的啊 极少数的几款软件还在这个下载啊 那这个感觉有点不对啊 这个就七十几招 它每秒的都有1.8兆 都怎么下那么久还没有下载成功 然后就是这些软件呢 其实都是些网友啊 这个应该英雄之剑Online OK 那么终于折腾好了 那么我们往上滑 滑之后呢 发现已经回到这个叫做磁吸的这么一个界面啊 这个呢就是微软的特色 然后我发现这个呢长按就是出出后台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软件啊 我下了一点这个 那么我们呢有一个360 有一个传奇 还有啊这边底下刚下的这个游戏啊 这个游戏啊 这个是什么战争 然后这个英雄之剑 好 打开的话是个国产游戏啊 能不能运行呢 不行啊 应该是不行啊 太卡了 太卡了 这应该是一个线上的游戏啊 哦 可以啊 呃 其实是没有用啊 因为在这个换区它都换不了了 因为它只有一个一个G的内存 所以说特别卡啊 我们先关点软件掉啊 也没有什么新的活动啊 所以这个游戏呢已经被放弃掉了 然后是这个啊 这个是战争的游戏啊 OK 可以载入进去吗 声音已经听到了啊 呃 跳了一个错误啊 不行啊 退出因为系统的错误 好吧 那其实呢是有一款可以玩的啊 也就是咱们这个喘奇 你看这个声音啊 回到那个感觉了 我这边已经注册好账户了 可以啊 还有活动啊 进屋啊 进入游戏 嘿嘿嘿嘿嘿嘿 要是在二十年前这个东西能在手机上玩 啊 那成天条要起飞 就不会有遥控器运行不了的问题了对吧 哦 可以啊 我可以走起来啊 这个是机子卡还是本来的画面就这么卡 火球术 火球术啊 还真的可以 而且还可以自动战斗啊 有点卡 有点卡 也就这款游戏可以玩 最后我们去商店看一下 它都能够下载哪些软件 退出啊 把这个后台滑掉之后呢 其实这个正常的 就不开软件的情况 这个系统还是很流畅的啊 没有问题 我们进入到商店 OK 这个商店里面呢 看到可以 这个 这个百度网盘 然后就是这些传奇游戏啊 网易云 爱奇艺 然后这个WhatsApp 可以啊 然后 PS都可以啊 美图秀秀 百度 INCE 然后虎牙 《王者之心》 也是个游戏吧 喜马拉雅听 印象笔记 斗鱼也可以啊 感觉吧 就是一些收费的软件啊 就是像看直播 你肯定会刷钱对吧 然后 像常规的企业的 这些软件都没有了 像什么支付宝 微信 QQ 这些都没有啊 所以这个机制啊 在日常的使用中 肯定是有问题的 对吧 而且 没有看到新的叠菜产品 说明 微软已经放弃这个手机了 OK 那么视频箱在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那记得评论 点赞 关注哦 拜拜 时代的眼泪啊